我们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先把它合并 那合并就早上讲了 合并应该没问题 如果他已经有O的话 就把它删掉 然后合并合并完之后 再把其他的O以外的档案全部删除 所以执行完之后的话 应该看到剩下来 那个目录里面大概就只有O合并完成 所以这边的话看到这边就只有O 那这个O里面的话 点TSC里面的话就是中间会有 两个换行 然后底下又两个换行 那我们规则当然第一个 我要跑个回圈有没有 反复反复让他往下找 找什么呢 找那个反斜线N两个 也没有找到 如果找到的话 那我就应该是什么 从这个字串的位置开始 字串位置因为 其实在那个Python里面 字串也可以把它当串列 它的位置的话 基本上也是第一个字就零 所以第零个字 一直到找到的位置 这个范围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 第一个你可以先开档 开完档之后的话 把这个开档的结果 把它找到位置之后 这一串存一个档 所以我的写法 大概就是大概会注意几个地方 可能第一个 你要知道用那个Find函数 我这边把它全部合并给各位看一下 分割给各位看一下 分割 分割之后并且把它删除 那这个就分割结果 O也顺便把它删掉 如果说你又要再合并的话 再跑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又合并了 合并 旧的其他字又不见了 又剩下O 所以两边可以互相切 按一下 止息 按一下 又恢复了 所以管它怎么分 怎么合 分割部分的话 我大概把重点讲一下 大概你可能会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这是回圈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好了 我先来看一下 可能比较细节的部分 大概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情 就是说 第一个我怎么知道我的位置 应该怎么样往后面找 那一样我要先把档案开起来好了 所以我先一样用F open它 Open之后的话 这个之后的话 把这个读到一个S的变数里面 那这来的话这个S变数里面 当然我如果要 要从哪个字呢 从第0个字抓到0到0好了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指的是什么 三重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三重的部分 把它这个部分 这是指的是抓到三重的部分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的 它print出来就只有到三重 就是三 那第二个就说 我已经知道有这个范围了 特别主要关键就是用从第0个 其实就第一个字 到它找到的 F open后面记得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找什么 S点A F open 然后F open这个 第二个参数就从哪个位置开始 那我一样从第0个字帮我找 不过特别主要你下一个你不能又从第0个 所以我这边会多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就是说 让这个一个P的变数 让这个变数继续往后面找 就把它加二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这样会用P来代替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第二个就存档的那个档名 因为档名我不知道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 用这个叙数 那这个叙数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算了一下 那个三重的那个位置 它刚好就是从这边算 算到这边 这个字是第16个字 那单应这是从零开始 所以这是第15 15 到哪一个位置 15冒号 后面的话记得要加二 所以这两个字的话 那我就用15冒号17 那我们把它拼得出来 档名有没有出现 你看一下档名 档名三重出现 有没有 另外的话呢 当它假设 如果 因为我算了一下它总长度 它总长度是 这个数字 如果说假如说 那个用5的方法 它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retend回来 结果会是-1的 在这边会出现-1 就是后面嘛 因为我总长度往后找 因为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那它就会是-1 所以根据这几个线索 有时候其实 有时候刚开始写 像这个之前也没写 我想说几个线索已经有了 后面再把这些东西放到我的回车里面 其实就OK了 那有哪一些部分 我把这些把它mark 讲 OK 把它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底下我怎么写的 我大概说一下 底下第一个我刚刚有讲到就是位置 P等于0 意思就是说我从0开始帮我找 这个input先把input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当它找这个从0开始找 如果不等于-1的话 意思就是说有找到那个两个换行符号 如果有的话就去往下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 找到没有为止它就等于-1 -1的话那就是跳迪的回圈就没有了 OK第一个回圈我用坏 当然因为这一题如果你用4回圈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range是到哪里 OK 接下来的话我做什么事呢 要写出去 所以fw open什么一个档案的路径 一样是写到那个全省邮局目录底下 但是后面的话呢 我用一个档名哦 那档名怎么写出去就简单 其实是s15冒号17 但是你会发现前面多个p 为什么因为将来他的位置 一定找到的位置 在往后面1517刚好就是他的档名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其实未来你们继续往下 如果o底下找到之后的话 他找到这个位置有没有 再往后推又是中立 其他一样往后推又是南投 所以我要刚好抓到这个位置 刚刚试了一下OK 所以就把这个位置抓到了 OK然后把它存一个 后面记得你要补上一个点tst 因为如果你负档名没有加的话 他就没有没有负档名 没有负档名你可能打不开了OK 特别注意这个我刚才漏掉 把它读一下 这边的话记得用w模式把它输出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rise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找到的那个开头 p嘛预设0嘛 然后再到找到的第一次 我记得好像是29多少 2592还是多少 然后呢这个范围资料帮我存出去 然后呢并且特别注意 p的位置哦关键来了哦 一定要让他往后找 往后找的话 因为我们要找两个换行 两个 特别加两个字 记得往后找 这个很关键哦OK 如果你让他往后找 这个没有加的话 他一直找到头 所以这个加了之后 他就一直往后找 哎呦两个 两个嘛 两个换行OK 所以两个你从那个之后 那你说好是我加一 加一可不可以 加一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对加一也可以啦 啊不过我习惯就是 反正那两个绝对不会是 就再往后找 OK两个 然后呢让他一直跑 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 最后记得 因为我最后必须要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all给删掉 所以我用我刚刚讲过嘛 os.remove对 把这个remove掉 不过remove上面有多一行叙述哦 close 因为哦 我们前面都一直开着嘛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它close掉 它在memory里面 如果memory它后注的话你就砍不掉了 所以哦 下面这个remove如果没有加close 它会出现错误 它说目前档案正在使用中 我没有办法帮你remove 因为我已经把它载到memory里面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从memory里面移除 OK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诊识就写完了 刚好就是十行诊诊 诊诊 最后如果再多一个 贴心一点的话分割完成 对 OK 诊识大功告成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OK 这样的写法应该 以前诊识你用Java也可以写得出来 用VB也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两个比较之后你会发现 还是拍成精简 真的很简单 好来试一下 最后我再把最后final一下 这个要分割 所以把它分割一下 并且把它remove掉 诶 这样OK 然后再把它合并 合并完成 看一下 没问题 所以应该这样run 讲应该就 反正你只要run一次 然后它就会做你要的结果 当然呢 如果你待会想要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你也可以再自己改一下 比如说你说那个O部分的话 你也不一定要这样分割 因为这样分割 等于分割成原来的样子 但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在细部分割 三重 领口如舟 不同的县市 又给它单独一割的话 那这个可能又更复杂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就是要做整并 或者是不同年度 不同的来源 整并一定会遇到合并的问题 合并完之后 恐怕又要再把它做输出 输出的话 它又有不同的输出需求 所以如果档案里面的分分合合 大概做法不外是这样子 那这个写完了程式 请各位就是自己 自己再稍微试一下 大概重点不外乎就是 开档 用read 把它读到一个字串 然后再去判断它的位置 是否是负一 如果不是的话 就继续往下找吧 OK 试一下